那我希望呢 这个是一个前提 也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 有这个荣幸 讲中华民国宪法 是因为中华民国还存在 但是我们也知道 客观的 除非你完全睡着了 或者你不理事事 不然你大概知道呢 中华民国目前的处境呢 是比较困难的 当然你也可以说 这个处境很困难 也不是今天才开始 确实是 大体上讲从1949年 前台以后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感觉上 最近好像更靠近战争的边缘 所以上次老师问的那个题目 是中华民国瓜胡 有没有这个瓜胡随便你 因为每个人对 目前我们对于国家的定位 解读不一样 有人是觉得是中华民国 有人是觉得中华民国在台湾 有人觉得中华民国台湾 有人就是觉得台湾 好没关系 反正呢 你现在生长在这个土地 你觉得我们当前处境如何 上次我们看过一个 中共在2022年今年的8月 我们现在是9月 一个月前 我们时间过很快 感觉上好像过了很久 其实才一个月 一个月以前 中共有一个围岛的 围着台湾全岛的 这个军演的图 上次这个图还有印象吗 我不再播了 但是我们等一下会给各位 看另外一个跟这个图有关的 那个时候我们再回来 看看要不要用 好 那我问你们的问题是说 我们都知道 我们也都认为 我想这还没有人会认为不是吧 我们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不管我们主权所及的范围 有多大有多小 那现在是不是别人 已经挑战到我们的家门口来 而且甚至有上次讲的 他画色的那个演习区域 有一些已经进入到我们的领土 等一下我会介绍 因为我们今天是第一节 我们要介绍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国家就会牵涉到领土 好 那么请问该怎么办 苏贞昌说拿哨把要跟他拼了 好像讲得太延过其词了 因为在这个军演的期间 我们的军队是12万分的自制 基本上我们避免发生冲突 所以我们看到是国军全面避战 我们也没有出去干什么 我们就尽可能不要跟他们发生冲突 好 所以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呢 上次我们看了一个影片 讲到了两岸对于年轻人 因为打仗主要是靠年轻人 在座的各位 你们对于面对可能的战争的态度 那上次我们播过的影片 我不再讲了 那我只是提醒你们一件事 好像我们在大陆看到的访问 他们的口径相当一致 这是典型的所谓专制国家的情况 因为老百姓都收到了政府的宣传 他们就一直都是这么认为的 所以不太有不同的声音 台湾就比较有各种不一样的声音 但是重点不是这个 重点是好像访问出来的台湾人 坚决要捍卫我们民族制度的 人数不多 这个问题牵涉得很复杂 原来像我这个年代 我们是要当兵的 我们每个人都要当两年兵 你扣掉成功领的 还有在学校的训练 我们大概要当一年十个月的兵 真正在军队里 但是从陈水扁开始 就说我们现在不要打仗了 我们要废除所谓的征兵制度 我们要改成募兵制 然后在马英九的手里 也完成了募兵 我们现在的情况 是军队普遍的募不足人数 更不要说训练的问题 你看常常有各种状况 现在正在讨论 要不要恢复恢复多久 比较讨论多的是一年 但是好像看样子 国防部到现在为止 都没有明确的确定 那第二个问题 那如果两岸很靠近战争 那我们要不要打仗 在这里有两种不同的意见 那吕秀莲上次给各位看到那个影片 她觉得领导的人 台湾的领导人 必须要有B站的智慧 那当然你们都知道 我们官方的立场 就是蔡英文的立场 她虽然不太出来讲话 但是立场应该是清楚的 她说我们要联合世界 民主有邦共同抵抗 来自于中国的侵略 我们不怕 好 那现在的问题呢 因为两方的意见不一样 台湾并没有个一致的立场 那这个也是随着 我们蓝绿不同的 这个政党执政以后 对大陆到底要怎么 怎么面对大陆 我们有不同的意见 现在我们比较需要考虑的就是 我们是真的要跟他对抗 连战争都在所不息吗 那当然有人说 台湾不会成为乌克兰 那如果台湾成为乌克兰 又怎么办呢 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形呢 就是好像越来越多的议员 喜欢跑到台湾来打卡 那打卡以后要不要取款 要不要好像台湾是一个 杀不完的经济 这个事情要怎么处理 你们看到裴洛西来的时候 他什么人都不见 他只见台积电的人 这是在做什么 你们看到了 Graham参议员来 然后华航不久呢 就宣布要购买16架 没有什么人敢买的 波音787 那当然比较广泛的讨论 你要去想 如果一旦台海发生战争 美国人会不会来帮忙 这个事情从以前可以跟现在 以前如果你要问你的祖父 或者是你的真祖父 以及你的父亲不一定知道 因为他们在成平时代长大 美国严格的来讲 至少是三次背弃了中华民国 那不然的话呢 大陆大概不会丢掉 好这算第一次 大陆丢掉的时候 美国发表了第一份的白皮书 他不介入两岸之间 后来是因为韩战呢 美国又开始介入了 然后把台湾当成 对抗大陆的第一岛链 但是不要忘记了 我们是在1979年 第二次被他出卖 因为他跟中共建交了 实际上呢 虽然有22年 有中华民国 在联合国里面 引号 用共产党的话讲 叫占据 窃据了 我们说他们窃据 他们说我们窃据 窃据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会 22年 你也可以说很不简单了 台湾这么小 大陆这么大 我们还能够维持22年 好 那22年当中呢 实际上 中共和美国 一直都私底下有谈判 有接触 那最后终于呢 因为越战啊等等 还有为了要对抗苏联 所以有第二次背叛台湾呢 跟我们断交了 跟他们建交了 而且断交呢 是断得非常彻底 比方说蒋经国 希望说可以维持一些 军事上的关系啦 是不是可以 有双方承认的可能啦 什么的 通通都没有 完全照中共提出来的三条件 如果你们有去看 这个三次白皮书 其中有一次白皮书 就有提到这个 这一段历史 我这样讲应该有印象吧 如果有看的话 好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呢 美国靠得住吗 你从过去历史来看呢 靠不住 最近的历史 你看他怎么处理阿富汗 猖狂而逃 阿富汗现在也很惨 那假如过去靠不住 将来靠不靠得住 这不一定 那我们还再看看 那目前的情况呢 你可以自己问自己一个问题 美国对于挺台湾 有没有利益 有 大陆对于收复台湾 有没有利益 应该也是有 那你认为两个利益 哪个比较强大 对于他们来讲 台湾哪一个是必要的 绝对非拿到手不可的 绝对不能丢掉的 你去比一比 那这个你们有兴趣呢 去看很多影片了 最后 最近我看到一折 我觉得很有趣 我们以前有个将军 叫帅化名 他当过立委 他有一个影片呢 应该是在中天吗 还在哪里 我不知道是哪里看 我看到了 他说呢 美国早就认定 台湾很难守得住 现在的问题是 把台湾的最后价值 怎么压榨干净 好 那我们第三个问题是 为什么搞得 最近这么紧张呢 表面的答案 应该是裴洛西访台 那裴洛西访台 有那么严重吗 以前不是有很多人 访问台湾吗 那到底是为什么 那有人说呢 哎呀 这个是无辜的 他要来 我们党也挡不住 那我已经提醒你们了 这个不一定对 因为你有很多资讯 你不知道 也有很多资讯 有透露的消息 是相反的 可能我们费了 很大的力气 在动员他们来台湾 好 那第二个呢 我们要从实质的观点看 问为什么裴洛西 到台湾 这么刺痛中共 中共到底在怕什么 那我想比较简单的答案 同学在这次的 三份白皮书的 回应里面 十个同学 大概大家都有注意到 其实中共最在意的 就是台独 然后他们最常讲的话就是 台湾岛上少数台独分子 勾结境外势力 就是指美帝和日本 寻求分裂国土 等等等等 最喜欢讲的是这句 好 那我们要问一个 比较现实的问题 尤其在座的多数 是政治系的同学 1949年以来 不就是分裂的吗 不就是分制的吗 台湾统治的地方 大陆从来没统治过 中共统治的地方 中华民国政府 也没统治过 所以一直就是 事实上互不相隶属 事实上相互独立 你独立于我 我也独立于你 我要进入你那边 需要你同意 你要进入我这边 也需要我的同意 不是一直都这样吗 那为什么最近会变得紧张呢 这里比较要注意的是 用中共的话讲 有法理上的台独 有事实上的台独 我刚刚讲的那个叫做 事实上的台独 因为什么 因为至少蒋介石和蒋经国 他们认为中国只有一个 而我们是正统的中国 他们是背叛 背叛的叛乱团体 所以你看蒋介石是 动员叛乱时期 我们是先有宪法 他们才起来作乱 就好像我问你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有宪法 那如果选举的结果 某一个党的人选输了 他可不可以就起来叛乱呢 他可不可以就起来 用中国的话讲的 武装夺取政权 武力夺取政权 这不是叛乱 这是什么 这是各国刑法里面 典型的叛乱罪 问题就是叛乱的团体打赢了 民选的政府打输了 那这是一个笑话 那没办法 这是1949年 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 不是吗 好 这事实上历史的发展 有很多是非常吊诡的 好 但是不管怎么样呢 至少大家认为 是一个中国 但是中国限于分裂 所以一个国家正在分裂中 那这一个国家呢 就有一个期待 也许这个国家将来 有一天要统一 好 这个最多叫做事实上的台独 法律上的台独 就不是这样了 不管是李登辉讲的 一边一国 特殊国与国关系 或者兄弟关系 或者什么 或者蔡英文讲的互不隶属 不管你拿哪一个 他认为是两个国家 而且要目标是永久独立 两个国家可以敌对 可以友好 那是另外一件事 但是你是你 我是我 我们不会在一起来 好 那再问一个问题 事实上的台独 跟法理上的台独 在中共的眼睛里 真的有这么不同吗 看起来好像有 你至少看这三份公报 那有看这三份公报的 三份白皮书的人 应该可以自己问一个问题 对于这件事情 他们的看法 跟我们是不是存在很大的落差 他们想事情 跟我们想事情不一样 你赞不赞成他不重要 但是你需要知道 他是怎么看这个事情 你才能明白 他是怎么评估 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如果严重到他认为 非要打不可 他就会打 打输了他也要打 因为现实的问题 是如果不打 领导人要下台 打输了那不一定下台 那如果你当领导人 你打不打 这个问题就比较吊诡 所以我们比较聪明的人 要避免战争 就是不要让两岸的局势 走到这一步 走到这一步 那就很麻烦了 除非你认为你会打得赢 这个事情是可以另外讨论的 然后你们看到 这个白皮书里面 尤其是第三份 他越来越科学 他讲到我们每年 跟他贸易是多少 贸易顺差是多少 谁是谁是多少 谁谁谁是谁的几倍 他们前两份还没有这样 因为他们那时候比较弱 实在讲这个数字太难看 但是现在不一样 然后你看这三份白皮书里面 他对我们的立场也改变了 第一份白皮书很很卑微 你们可以继续保有什么 可以保有什么 可以保有什么 现在这些东西 很多文字都删掉了 他有时候他不派住 行政官员或军队吗 他没有这句话了 你要问习近平 习近平说 我如果不能派来 这叫什么收复统一 他会这样回答你的 你看他有些文字不变 但是文字不变的背后 他的意念已经在改变了 所以他是越来越强势了 他的强势当然跟他的国力有关 还有跟领导人有关 习近平是一个非常左的人 习近平基本上非常向毛泽东的人 好了 那现在第二个问题是 看起来他们认为 如果是事实上的独立 是不满意的 但是呢 引号暂时我们可以容忍一下 如果你是法理上的独立呢 对不起 事可忍 孰不可忍 那我就刚才讲了 你要从中共领导人 站在他们的历史观点 来看这个问题 他们会变成民族的罪人 如果台湾从引号祖国分裂出去 而居然祖国没有任何作为 那他不是现代的李鸿章吗 你要当现代李鸿章 你当得下去吗 你想当别人也不会让你当啊 所以你没有办法 那你就下台啊 那你不想下台 那你 You have to do something You have no other choice 如果你们逼我逼到那样 我就一定要做 打赢打输是另外一个问题 你们认为大陆打输了 大陆会垮吗 有一说认为会 因为我们一直在等这天 在等大陆垮 那到了有很多人向往民主 但是有没有这么大的力量 这我不知道 我不是搞情报的 那如果大陆不垮呢 就好像乌克兰 你好像说它要收复失地了 那乌克兰收复失地了以后 苏联就会垮了吗 苏俄就会垮了吗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所以你要想看你要怎么办 那至于说贸易啊什么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观点可能要想一想 从中共的阶级斗争观点来说 前者就是事实上的独立 这是内部矛盾 同志之间 中国人之间的意见分歧 台湾人也认为是中国人 大陆人认为是中国人 这两个中国人的对于中国的想法不一样 这是我们家里面的事 但是如果是要变成法理台独 这种大陆的话来说 阶级斗争的观点 这就是外部矛盾 这不是内部矛盾 外部矛盾是敌我矛盾 是敌人跟非敌人的问题 是中国人跟外国列强之间 势不两立的问题 有看过这三份白皮书人就知道 中共是多么活在 一百五十年以来的羞辱的阴影下 他们一直认为是这样子 所以他们看待台湾问题 跟别人看 他们有些地方 我非常不同意 他们讲的很多是故意不讲 还有很多是扭曲事实 是谁抗战的 一句话都没说 那死了这么多人 那时候是死了老共吗 那些死掉的人是共产党吗 这些没有还一个公道 谢谢你